考考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兩間公司有這麼多純箱呢? 究竟它們是什麼類型的公司 裝修這麼有心思 充滿著LOFT的風格? 這些都是Coworking Spaces共用工作室 是由一間大的公司 收納了不同新創立的小公司 共用一個辦公室互為互利 Heyo是一個音樂人 一年前就租用了Unwire的共用工作室 不知道說不說好 甚至還沒搬來 我們都沒有接觸過 不知道這間公司的存在 現在它的工作室 越租都要8千元 比過往在宮塔工作室租金 稍為貴了些 如果再做下去的時候 我要兼職他們是怎樣管理 或者在Admin上要做些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都要有一個部門 做相關的事情 不只是做音樂 都要有一些辦公室的配套和設置 去繼續我們的事業 這裡聚集了不同業界的公司 擴大了它的人勢網絡 獲得了不少的機遇 更加重要的是 我從來不會覺得我的歌曲做得差 問題在哪裡 我又開始想 就因為我走不出我的音樂圈 因為我很想知道 到底他們眼中我做的事是什麼 這種辦公室的文化越來越流行 甚至連帶企業都要分一杯羹 Blueprint 屬於太古地產 新立了六十多間新成立的科技公司 更加有一個為期半年的促進計劃 幫助了幾間有潛力的公司發展 我們想看看 公司和開設一齊 如何適合 舊機艙的飛機椅 用飛機翼造成的餐桌 令到客人都會聯想起企業的背景 對於新公司就更加有信心 研究Apps 的Revue 說 創業路都是很孤單的 但這裏就不同了 例如 完成設計 我可以踏上去桌上 請他們提供設計 這是直接的 非常幫助 設計一個共用工作空間要很細心 例如這個的士的氣表器 就會限制開會的時間在1小時之內 還有不同的暗角 可以給那麼多間公司商議機密 就好像這個由機倉廁所變成的電話廳 不好意思 打擾了 這裏的設計很有香港的味道 我想最有共鳴的 或者是這個專門用來被人出氣的暗角